大家好,歡迎收看新一期的生活調查段,我是菲兒 對於電話不離手的低頭族來說,最折磨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就是手機無電 所以充電簿的發明可以說是低頭一族和手機一族的及時語 而在充電簿帶給大家方便的同時,亦都是前在不少的危機 究竟充電簿又有什麼可怕呢?今期的節目我們帶大家一起去調查一下 當我們的調查員在網上搜索充電簿的時候出現得最多的 居然是關於充電簿爆炸和自然的新聞 充電簿暗藏的隱患可不小 近日深圳地鐵就研發了有乘客攜帶充電簿引發的小型爆炸 事故造成龍華線全線中斷了近半個小時的時間 充電簿搞火,是哪個充電簿?是地鐵的充電簿?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個趁客的 他就搞了一下,我也坐到對面 他就敲了一下,一下子就搞火 突然隨身攜帶的手機充電簿就發生了爆炸 不僅把這飯店弄的烏煙瘴氣,還把他朋友的手臂也炸上了 而就是因為充電簿有爆炸的危險 廣州地鐵已經在2014年的7月份 命令禁制地鐵入面使用充電簿 而隨後民航局也發布消息 要嚴格監管充電簿的使用 根據國家民航要求,旅客最多只能攜帶兩個充電簿 電容量最高在2萬毫安,而且只能隨身,不能拖運 從檢查情況來看,旅客往往超過了數量和毫安的規定 而且有人帶了無標誌產品,都屬於違規 哇,充電簿在地鐵會爆炸,吃吃飯也會爆炸 如果充電簿真的這麼危險的話 我們豈不是是天天帶著移動炸彈出街? 由於現時國家還未對充電簿的質量出台相關的標準 所以現在充電簿市場可以說是圓龍混雜的 我們的調查員在網上搜索了一下 這些充電簿的價錢有些去到百多元,甚至是幾百元 只不過大部分的產品都是三、四十元就有交易 正如我們經常說的,便宜沒有好東西 所以很多關於充電簿爆炸的新聞都歸咎於劣質的充電簿 質量不過關的充電簿爆炸事件就時有發生 只不過對於正規廠家生產的充電簿 如果使用不當,似乎也會有爆炸的危險 就好像沒多久之前在北京首都機場 一名男者過安檢的時候 因為拒絕工作人員沒收充電簿的要求 一路之下,將充電簿丟在輸送帶上面 充電簿隨即爆炸 根據以上的新聞事件,我們可以知道充電簿爆炸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跌落或者撞擊這兩個條件 如果我們平時不小心把充電簿掉落地 或者放在包包上碰碰碰碰碰碰碰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有爆炸的危險呢? 我就帶著這個疑問 在網上買了一款正規廠家出品的充電簿 進行實驗,看看它撞擊或者是跌落 是不是真的會造成充電簿爆炸的? 由於摺下來的實驗就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就找到了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進行實驗的 而我旁邊這一位就是等一陣幫我們 完成這個充電簿撞擊的實驗的實驗員 我們將會用兩斤重的啞鈴 自由落體地摘向這個充電簿 首先我們選擇的高度大概是80cm 就是相當於一張桌的高度 我們有請實驗員幫我們完成這個實驗吧 我們從80cm的高度摘向這個充電簿 我們可以看到充電簿的表面 就只是花了少少和凹了少少 我現在就將這個實驗的高度調節到120cm 就相當於是站在那裡的一個成年人 不小心是將充電簿跌落地的一個高度來的 那就看看它會不會發生爆炸 嘩 剛才真的嚇到我了 從120cm的高度摘向這個充電簿 充電簿竟然沒事 我們可以看到充電簿的形狀已經彎了 我們現在就將這個實驗體調節到180cm 就相當於是在錄架床上面跌下來的高度 看看它會不會爆炸 從事業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充電簿 都是在環球跌落的高度 為180cm的時候才會爆炸 也就是說我們平時不小心跌了充電簿落地 是不至於令到充電簿爆炸 而為了令到實驗更加嚴謹 我們再次將充電簿進行80cm 和120cm的自由錄體實驗 直至充電簿爆炸為止 經過多次反覆的自由錄體運動 充電簿在80cm的時候 經過100次的跌落之後仍然沒有爆炸 而在120cm高度的時候 經過了80次的跌落 仍然沒有爆炸 所以說只有好像剛剛新聞時間當中 男子訂了充電簿這麼極端的情況 才會可能令到充電簿爆炸 而我們平時不小心 將充電簿掉到地上的情況 其實是安全的 剛剛實驗當中的充電簿 真的驚得起考驗了 不過正所謂不怕一萬就最怕萬一 所以平時大家在使用充電簿的時候 也是要多加小心 而在網上有很多關於充電簿爆炸 或者是自然的新聞 都是因為充電簿是放在包包裡面的情況下發生的 那不知道包包裡面有什麼物品 是會導致充電簿爆炸的呢 而在請教相關的專家之前 我們的調查員在辦公室裡面 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 你好 你今天有沒有帶充電簿啊 可不可以讓我看看 這個 這款充電簿呢 多少錢啊 都不太貴的 70幾萬 哈囉波波 你今天有沒有帶充電簿 太大了吧 多少錢啊 這款 100塊錢 我們現在就來到廣州大學的物理實驗室了 而我身邊這一位呢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江老師了 剛剛我們就問了兩位同事借了兩個包包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看看他們裡面有些什麼物品呢 可能動致充電簿會爆炸的 好了 兩位同事的包包呢 所有物品都被我炒了出來 得罪了 那包包裡面有些什麼物品呢 是會導致那個充電簿爆炸的呢 我們問一下江老師先 嗯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充電簿它的接口 嗯 然後我們再檢查一下這個包包裡面有沒有金屬的物體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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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哪些物品会导致充电宝爆炸 经过专家的短路实验 三个充电宝居然都相安无事 但之前深圳地铁的爆炸事件当中 明明是由于女士主用锁匙 叫了充电宝的USB接口一下 而引起了爆炸的波 为什么我们买回来的充电宝 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因为这个电路板 它是一个合格的电路板 它已经提供了一个 对电池提供了一个防护作用 这个防护作用主要是 在三方面提供防护作用 其中一方面就是一个短路板 也就是我们刚才出现的情况下 它这个电路板 它可以实现一种智能的 将它内部电路切断的效果 另外其他情况下 也都会提供一个保护 比如说我们将这个充电宝的电压 如果是接到高于4.2V 或者是更加高的电压的时候 充电的时候 它也会自动断开这个充电电路 充电宝之所以没有爆炸 是因为电路的保护装置 那如果遇到没有电路保护装置 或者电路保护失效的情况 又会是怎样呢 真是想不到 原来电池在短路的情况下 真的会爆炸 而回忆我们之前想在办公室的小调查 我们都是不会对充电宝 采取什么保护措施 而是直接和包包里面的其他物品 放在一起 其实这个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包包里面的金送物品 和充电宝磨擦 容易发生短路的危险 所以在这里 生活调查团提醒你 充电宝用袋装好 再放入包包 这样会更加安全 其实我们购买正规厂间的充电宝 用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用完之后 用布袋包住它 不要将它掉落地 那就万无一失了 非而你就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其实使用充电宝 还有一个危险的动作 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一边用充电宝 一边玩手机 之前河北一个23岁的女生 就是因为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 手机就突然爆炸 导致女生死亡 不是吧 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会爆炸 但我平时承认都是这样的 好 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 一于去查究竟 我们准备了充满电的充电宝 连接手机充电 而手机的另一边就播放着视频 而在持续播放了一个小时 我们再来看看充电宝和手机的温度 半个小时过去 充电宝只是升温了一点 一个小时后 充电宝和手机依然变化不大 直到充电宝的电量用完之后 手机和充电宝只是有轻微的升温 并没有出现像新闻所说的爆炸现象 虽然一边使用充电宝 一边玩手机并不会出现爆炸的现象 只不过这样对手机会不会有伤害呢 接下来我们再次重复以上的实验 并对检测手机在使用充电宝的时候的电压 手机在待机状态 连接充电宝的电压为4伏左右 而当我们一边使用充电宝 一边用手机播放视频的时候 电压就立即飙升 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波动 虽然一边用充电宝一边玩手机 不至于令到充电宝爆炸 但是不稳定的电压 或者过高的电压 还是活损伤手机 减少电池的寿命感 所以各位低头族 在手机充电的时候 最好都是忍下手 经过一连串的实验 我们可以发现 在充电宝受到剧烈撞击 或者是短路的时候 就会发生爆炸或者是起火的了 那么在这些危险的状况下 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充电宝的质量和格的标准 是要提供两层的保护 一个是外围电脑的保护 以及充电电芯的厂家方面 提供的保护 这两个保护盒合起来 如果是达到它的几率 即是说损化的几率是一亿分之一 那么这个充电部便不够 因为我们不知道内部结构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 欲猛的看不出来的 但我们知道它的工作温度 如果是异常的话 这样的话 可能这个充电部便会爆炸 当我们发现 充电宝的温度是异常的 将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为它本身的爆炸的威力 它是相当有限的 只要它充电宝里的爆反应 结束之后 它自然就会自己生年 下一节我们进行了充电宝撞击实验 和短路实验 来到下一节 我们将会亲自为你拆解充电宝 还原充电宝爆炸的真正原因 还会教你如何选择安全的充电宝 生活调查团马上为你调查 在之前的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 就算在正规厂家买回来的充电宝 如果使用不当 都会发生爆炸或者自然 到这里我就有个问题 这么小的一个充电宝 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爆炸或者自然 它爆炸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 光老师,已经拆开了吗? 是的,两个已经全部拆开了 经过光老师的一番拆解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充电宝里面的结构 光老师,我对这方面真的是灵机错 我想问一下他们两个内部的结构是如何 这两个内部的结构 我们首先看到它主要无论什么充电宝 它里面肯定会有一个电芯的 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充电宝 它都有电芯 并且它的电芯旁边或者前边 会有一个电路板 还有包在这个电芯和电路板外边 这层是一个塑料或者金属的保护层 哦,那我看他们两个的电芯都不一样 那是否功能都不一样呢? 那这个电芯呢,我们看到它的形状不同 我们看到这个白色的充电器里面 嗯,在充电宝里面 它的电芯是称之为18650的这种电芯 哦 那这边这个充电宝呢,是扁形的一个电芯 它呢,属于是叫做 拉罪合物的一个电芯 拉罪这个物质呢 它是属于一种比较活活的一种金属 那它如果跟其他的物质 或者是发生反应的话 它就会放出电量的 放出电量? 会不会引起爆炸的? 这个应该来说呢 如果是处理得不合当的话 当然这个是有可能的 专家还跟我们说 虽然锂电池有寿命长 充放电倍率大 和可反复充电的优点 广泛用于手机、电脑等 电子产品的电池材料 但是锂这种物质 本身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 如果锂电池接触到空气 就会剧烈反应 放出大量的烟 那如果充电宝电芯内的物质 暴露于空气当中 又会不会发生剧烈的反应呢? 于是我们决定对两款的电池 进行刺穿实验 实验员首先用锅 将1650电池锅开 电池只不过是锅开了很小一个开口 我们就可以见到 电池不断地没有白烟和火花 而当实验员继续锅开电池的时候 电池就会发生爆炸 而同样我们将锂罪陷电池爆炸尺 电池也都随即起放 通过以上两个实验 再结合之前的充电宝撞击实验和短路实验 我们可以找出充电宝爆炸的根本原因 其实回顾之前的实验 充电宝在短路的情况之下 并不至于弧爆炸 而充电宝在猛烈撞击的情况之下 电池容易遭到破坏 令到电池里面的锂泄漏 所以说充电宝爆炸的根本原因 就是在于电池的破损 生活调查团要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 由于锂和水发生劇烈的反应 所以当充电宝起火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水去灭火 以免造成危险 原来充电宝的爆炸原空是电芯 也就是说电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是关乎到大家的安危的 刚刚专家也说了 电芯分为两种 一种是1650电池 另外一种是类聚合物电池 就安全性来说究竟哪种电芯更好呢 针对充电宝爆炸和起火的原因 我们将对1650电池和锂最后物电池 两种电芯的外包装 电池稳定性进行对比实验 从外包装来看 锂最后物电池的外包装 是铝锁网软包装 比较容易刺穿 而1650电池就采用了金属包装 对外力撞击或者穿刺来说 1650电池的包装保护能力更加之强 而电池稳定性方面 实验员首先将两款的电芯短路 并且测试电池的温度 大家可以见到 两款电池的连接线不停在冒烟 温度亦都上升到65摄氏度 而两款电芯的本身 锂最后物电池原来的温度为28摄氏度 正温度70度 1650电池原来的温度为28度 升温为75度 所以在电池稳定性方面 锂最后物的电池获升 而在内热性方面 实验员将两款电芯放置在明火上面 在放置20秒之后 锂最后物的电池 即时燃起了熊熊烈火 但并没有爆炸 以1650电池就发生了爆炸 碎片最远飞至6米 综合以上三个实验 我们可以得出结果 在充电宝当中 锂最后物电池更加安全 锂磊子电芯和锂最后物电芯 这两种电芯 其实它的最大区别 就是蒸击材料 蒸击所采用的材料不同 因为蒸击采用的材料不同 可能是因为它的温度 工作温度也有所不同 这样就会产生它的性能又差别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确定 锂最后物电芯比1650电芯更好 虽然我们就知道 锂最后物电池的安全性更好 但我们在买充电宝的时候 根本没办法拆开充电宝 那我们怎样从外包装来分辨出 充电宝的电芯是1650电池 还是锂最后物电池 江老师就跟我们说 判断充电宝的电芯 可以从两个方便去变变 第一个方法就是看标签 如果在正规厂家的充电宝 一般会在说明书 或者外包装上面标识电芯的种类 第二个方法就是通过外形去判断 除了在电芯方面需要多加注意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呢 买充电宝之前是要对这个充电宝有所了解 用得不合适的话会爆炸 是确实存在的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成本方面了解 它的充电宝的成本到底是有多少 一个好的电池是要一定的成本的 那包括还有它的保护电脑 以及它的外包装 外包装的保护电脑 这三方面加起来应该就是充电宝的成本 那如果你说是几块钱 或者是价钱太低的充电宝 那你就要多一个心眼 你就最好买一些正规的产品 有国家强制措施这样的产品 江老师还建议我们 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 要选择阻燃性较好的外壳材料 在充电宝自然的时候 阻燃性较好的充电宝 可以防止充电宝进一步燃烧 人力爆斩 相比起锁料材质的外壳 金属材质的充电宝 无论是在保护性 还是阻燃性上 都是更加好监 除了在充电宝的购买上 要打赏12分精神 大家平时使用充电宝的时候 都要多加注意 所以生活调查团在此再一次提醒大家 第一,充电宝 最好用布袋包好再放入袋里 以免和包包里面的金属物品 摩擦导致短路 第二,平时使用充电宝 要及时拔掉掉源线 第三,由于充电线当中的 锂电池性质比较活潘 所以我们都不建议 大家将充电宝放到车里面 通过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其实大家对于充电宝爆炸的事件 不需要太担心或者惊慌 只要我们平时不贪小便宜 去买一些劣质的产品 和我们平时使用的方法恰当的话 充电宝一样是很安全的 带给我们方便的 好了,今期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想了解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